当时就是有个目标来的嘛 然后我说35就行了 过了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 我整个人已经是投入在这个节目中 之前录了两天的节目 然后录完了之后就直接飞北京去拍巴沙 直接拍到了第二天早上 然后我们就坐飞机回来 回来了之后 下午又直接又去录新的节目 录新的节目之后又开始上课了 就是整个就是连在一起 然后那个时候休息也不好就头痛 然后上课也集中不了 又不能够请假 对 因为如果你请假的话 你后面老师不会再教了 之后就很崩溃 整个他时间他也不等你 第六天你就比赛了 那你没办法 就是我那天就干脆索性 就是哭了一整天 你别 你等会儿又要对 一样的 等会儿嘛 那我回去了他也要了就找我 那我再来 老师你在拍我背干嘛呀 好 没有 好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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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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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让休息好 谢谢 谢谢 希望你们会让你吃 对 加油 加油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你的后段 加油 哎呦 你跟我们双人 这些人急的人说人急 你们去跟小伙伴说一下 你要跟他们双人他们来 不做我们的事都动的话他们就来了 就是不舒服情假 就是要互相直接说一下 不来也要说一下 你自己想不来就不来 又不是自己个人的表演 是一个听的表演 你不来读做学部会 然后全部人要等你学 然后你不知道排什么位置 全部人要陪你走多两遍 好像一来一节课就能表定 走多两遍一样 那我们玩就开轮回了 好呗 好 我说我是很内向从来不说话 就是那种有点封闭的人 大家都不信 老师只要点到我的名字 我就会开始哭 我从小时候就很在意 很在意别人想法 因为我印象中就被点名 就是表现不好也被骂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过 基本上都是合唱团 然后社团 我很羡慕那种身边很多朋友 然后很大方很自信 然后站到舞台上也不怯场 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魅力 的那种人 所以我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继续卡卡卡 走走走走 好 这里说一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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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哄不哄对我来说无所谓 但是一样在一个舞台上 唱个跳舞 然后有喜欢你的人 然后有和你一起 就是一起并肩的伙伴 我觉得就够了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哇塞 我从来都没有出汗 出到像水一样 白色白色 没出汗 对我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